我说用钱挂做股票超好做的 这是钱挂 钱挂里面的几个谣词 从怎么样 初九浅荣勿用 对不对 九二献荣在田立见大人 我说这个时候 九二献荣在田立见大人的时候怎么样 大人刚来 投信外资刚刚买 有没有 投信外资刚刚买 然后再来怎么样 君子终日前前 戏替诺有没有 立无旧 继续怎么样 很认真的怎么样 继续买 有没有 九五获药在冤无旧 到九五怎么样 一样到九五就飞荣在田 飞荣在田怎么样 也是立见大人 九二的立见大人是大人刚来 九五的立见大人是怎么样 大人在这边怎么样 大买 大人在这边大买 有没有 大人在这边大买 然后怎么样 抗荣优惠 所以如果你买在这边 还很安全 你到这边 你再来买的时候 干嘛 抗荣优惠 马上等着怎么样 被套 那为什么大人在这边要大买 为什么大人在这边要大买 来答案告诉你 大人为什么在高档要大买 答案在这边啊 大买的时候会大涨 你们是小涨都不买 大涨才要买 所以为什么你们做十年股票 跟着投信做都不会赚钱 因为你们看到投信在高档大买 干嘛出货啊 你不相信是不是 来 唱家归来乎 唱家归来乎 我小爱天心啦 你是不是在哪里呢 亲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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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大家好 我是古海大丈夫 已经有很多会员都跟我反映 还有我们的沉迷 所以我们的节目少了甜心 真的是 少了那个说唱逗趣 节目就觉得看得很无聊 对不对 即使手上有标股可以赚 但还是很无聊 所以甜心 我们节目开始之前 都不讲今天我们的红杰科大长 赶快把病养好 赶快回来 好吗 赶快把病养好 我一直告诉你 一个人重不重要 我们说什么样 花落盛开 蝴蝶自来 这几天大家都没有人在问候我 都是在问候甜心 老师甜心怎么做回来 甜心要不要紧啊 等等等等的 所以甜心我早就告诉你了 我已经跟你讲很久了 老板在不在意你那一点都不重要 好吗 其他人在意不在意你重不重要 你再跟我在这边站台一年多快两年了 到四月三月对两年 正好满两年 正好满两年 你累积多少我们古海大丈夫的粉丝 是不是 这些人多么在意你 所以你要把你的心 你要把你的时间 我们常讲你的时间 你的时间 把你的心意要放在怎么样 要放在对的人身上 你懂不懂 要放在对的人身上 你把你的时间 把你的心放在那些不在乎你的身上干嘛 这样你懂了没 赶快回来 好来我们今天的节目看进来 集团作帐积极如律令 只剩这一两天了 一二三就这三天了 我跟你讲的集团股 一档一档标出来 有没有 从威胜集团 那国具之前先涨了嘛 那再来还有什么样 吻帽 对不对 吻帽 吻帽 然后再来的这一个 我说最喜欢做这样 华兴丽华集团的心堂 所以威胜的威风店 华兴丽华的这个心堂 有没有 一档档都上去 所以你看到 心堂威风店上去下来了嘛 我不背股票代号了 所以 等一下我来跟你讲双红 我先来讲双红好了 好了 来 我已经跟你讲双红 准备抗农优惠了 飞龙在天了 我说准备抗农优惠了 你不要不相信啦 你说老师它还在涨啊 它还在涨啊 我说如果你当初我在讲双红 170那时候 进去买 你的买点决定你的胜率嘛 你买170下去今天昨天怎么杀 今天怎么拉你都不会被拉 你都无所谓 你有卖没卖都没关系 但是你的买点在210的时候你就开始完蛋了 为什么 到底能报不能报 210下去到180你是亏3万 210下去到180你是亏3万 如果170进场的人还是赚1万 还是赢 你210才进去的人你完蛋了 为什么每天上冲下席 遇到大盘大跌的时候 到底怎么样 能报不能报 你不知道 能报不能报 你不知道 对不对 那因为你都是做短线 所以你赚几千块 你停损也要停很短 因此你就要贴着盘操作 我只插 没有讲说你整个人都要贴在电脑上面了 手机直接怎么样 钉在眼前了 钉在脸上了 我讲的就是这么现实的 而且我讲的就是讲到你心砍你 如果你要做短线的人 如果你要去追高的人 你就是要这样做 那这样做你身体 你的生活品质会好吗 不会好啊 我已经跟你讲了 他准备飞龙在天了 导播 导播我昨天 我昨天是不是 我昨天应该是在中四吧 不是在这里 我就讲说双红 准备飞龙在天 今天又硬给你硬拉长停 但是怎么样 你又上影线 亮出来对不对 我不是今天才跟你讲哦 我昨天就给你预告了哦 准备抗龙有悔了哦 你要小心哦 导播 这个节目帮我播我昨天在中四 我怎么讲 我用钱挂去讲这个双红的 我昨天告诉你说双红 差不多要飞龙在天 如果你这时候再去 你不是跟我坐在170的人 今天开高就压下来了 那你这时候再去买的时候 只要大盘有个风吹草动 就算它会往上 就算它还会再往上 可是因为你的位阶很高 我们讲哦 常讲一句话叫什么 高处不胜寒 高处不胜寒嘛 今天如果你是在这边 你的成本在这里 这两天即使到了月底 做账结束了 大盘怎么震荡 离你的成本怎么样 还很远 你可以老神在在 对不对 你可以非常这个 你不会心里忽上忽下忐忑不安啊 问题是你在进场点在这边的时候 今天大盘上修正一下 你会不会怕 你会怕啊 那如果这边是飞龙在天 如果法人随时给你浇滴抹油 走人那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买在这边的人 怎么跌他都不会套耶 顶多到这边 回到这边 回到原点 因为这整个 整个在这边做盘整 一大段时间了 所以股价来到这边 一定会有支撑嘛 可是你买在这边的人 只要这样一下来 你中间以上 中段以上去买的 你随时都会被套耶 所以你就要做得怎么样 你就要很贴盘啊 有个风吹草动 哎呦 赶快走 那你永远这样子 就你们如果说一般投资人 你假设你是这样子在做股票的 你做很久 你都是赚少少 但是一套就套很多 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做很久 你这样去买右上角的 你都很容易怎么样 小赚大亏 的原因就在这边 所以我常讲喔 进场点决定你的胜率 我说用钱挂做股票超好做的 这是钱挂 钱挂里面的几个谣词 从怎么样 初九浅荣勿用 对不对 九二陷荣在田立见大人 我说这个时候 九二陷荣在田立见大人的时候怎么样 大人刚来 投信外资刚刚买 有没有 投信外资刚刚买 然后再来怎么样 君子终日前前 戏替诺有没有 立无就 继续怎么样 很认真的怎么样 继续买 有没有 九五或要在冤无就 到九五怎么样 一样到九五就飞荣在田 飞荣在田怎么样 也是立见大人 九二的立见大人是大人刚来 九五的立见大人是怎么样 大人在这边怎么样 大买 大人在这边 大买 有没有 大人在这边 大买 然后怎么样 抗荣有回 所以如果你 你买在这边 还很安全 你到这边 你再来买的时候 干嘛 抗荣有回 马上等着怎么样 被套 那为什么大人在这边要大买 为什么大人在这边要大买 来 来 答案告诉你 大人为什么在高档要大买 答案在这边啊 大买的时候会大涨 小涨都不买 大涨才要买 所以为什么你们做十年股票 跟着投信做都不会赚钱 因为你们看到投信在高档大买 干嘛 出货啊 你不相信是不是 来 这钱挂嘛 潜荣勿用 献荣在田 君子中日前前 这一个 等一下请导播重播 好 再来 导播麻烦你就跟这个 我早上给你 给你那个22号那一天的 然后再跟昨天中式的给他放在一起重播 好不好 让大家重看一下 这样可以缩解我们节目的时间啊 那我刚刚给你讲说 来 我先给你看 新唐 新唐回到 那个3月 新唐回到3月13号那一天 就是我们办完实战 办完了一个标股甚至派对 然后矽股银行倒闭 整个击杀到这个141.5嘛 对不对 4919的新唐 来 很快对不对 很快 很快哈 没有 160 160那边 我们是不是带你走一趟了 有没有 我说我们资金分短中长嘛 所以 我们在这边就 160带你先走一趟了 是不是 我说三头斜照却相迎 你们 我给你讲 你们不在 你们不跟我在那边布局 不是每一支股票都会有两根三根 不是每一支股票都有两根三根 对不对 我们当时在那边布局的时候 我就跟各位讲说 来我们再等 会员我们就等月底 月底它飙上来 我们就要走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一根上来 我就带你走了嘛 有没有人我走了你还觉得 老师 正要长耶第一根耶 结果咧 有第一根吗 就只有这一根啊 就下来了啊 那我是不是常告诉你说 我跟你讲我话都讲在前面啊 我们的那个什么 我们的张生还告诉我说 还做这个要来送给我们的 看我们节目的陈迷来 盖牌现行不乱拆 等待 等待开牌慢半拍 拨通电话跟上来 抓紧节奏转起来 那你就知道啦 我这个心堂我带你出的漂不漂亮 我带你出的漂不漂亮 我给你讲喔 这两天我们有新会员进来 我们都还没有怎么样 我们都还没有让你怎么样 急着去接新堂 我都没有让你急着怎么样 急着去接新堂 那你看到今天 11.5了 很快耶 股市就是这么残酷啊 股市就是这么残酷 所以我才告诉你说 富贵稳中求 重不重要 重要 我昨天才用买房子跟你做举例 你买一间房子 整个台北市整个全国 你每个地方都要看 你都要很谨慎去做决定 同样的 你如果在去年 什么台积电到高雄啦 南台南啦 你看这么热的时候 你就跟着人家随便去抢房子的人 我不知道你现在心情怎么样 你如果没有很谨慎的去做决定 我不知道你现在被套了没啦 当然 也许过几年行情大来 你会解套啦 可是一样嘛 你仓促去买一只股票 然后买了你也不知道能报不能报 那你就会发生这种事啊 对不对 好 再来勒 威风店 是不是 威风店拉几根 两根 比新唐多一根 然后怎么样 回到怎么样 快回到这根原点了嘛 是不是 这个又是怎么样 你要跟风的代价 我说你要做浅荣 当初在那边你好好盘子啊 到这边利剑大人走人啊 做大老公一样啊 在这边啊 对不对 主力来扛上去 可以怎么样 下扯 这个时候主力都在卖了 你就跟着主力卖 那为什么我们都领先主力一步咧 是不是 好 更不用讲上次 上礼拜的什么 威强店嘛 对不对 来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 我说集团做账 最到后面还没做一个一个怎么样 都会赶快紧急拉上来 对不对 所以今天来看这一档宏杰科 8086 我想看我节目够久人都知道宏杰科是怎么样 是我们的成概股啦 对不对 好 来 我的实战分享会 对不对 实战分享会 好 就上礼拜天嘛 不是 3月11号 3月11号的 这一个标股派对对不对 好 是不是给你这一张 威风店 涨了没 涨了 新唐 涨了没 涨了 好 再来 这一个宏杰科 这都是我们在做的股票嘛 宏杰科 我们列在这边 是不是 爱普已经涨完了嘛 结束了嘛 对不对 好 来 来 爱普这一波我们会员大获全胜 对不对 你有人300 一路报到300以上的 我也都叫你怎么样 陆陆续续出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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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一个会员 140 报到300以上 好 那最近又来续期了 那同样会员有人怎样 就我讲的嘛 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应红 后来怎么样 这会员的 嫌我股票太慢 没办法接受慢慢辨户 你知道他 你知道他的爱普 从200以下一路买耶 买到140都有耶 手上快20张的爱普耶 手上有20张将近20张的爱普 你知道这一波如果到 这一个不要说 他的均价就在180啦 好我们就说180好了 180到320 不用给你讲到340 就到320 一张多少 一张多少 140块的获利 140块的获利 20张是多少 280万 280万 可惜喔 可惜喔 可惜 去年下半年 可惜就是在 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 曾一起走 却走是哪路口 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 曾一起走 却走是哪路口 走失了 走丢了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不知何处去吗 你以为我不知何处去吗 你不就是看别台的分析师做空很厉害 你不就是看别台的分析师 有没有 拿出来都是涨停板 我当时立志爱普叫你一档一档 给我往下买报好报牢 你没办法嘛 每天要被人家拿标股出来骗你嘛 是不是 我有没有我都很实在耶 结果呢 280几万没赚到 再把你剩下的那些钱 全部都亏掉 那我能说什么 我能说什么 没办法跟我两不一心坚定嘛 我再跟你讲一次 我是夜市长大 全中华民国头顾分析师 你来 你给我找出来 没有家是没有背景的 从小被父母在夜市放生的小孩 我们不是那种从小就被爸妈盯着要好好读书 认真读书的耶 我说我到国小毕业 我连一本漫画书故事书 一所一元24校都没有的人耶 我可以进建宗耶 所以我说从小跟我擦肩而过 看错我人还一堆啊 所以还缺你们吗 叫你爱普给我报好报牢 对不对 不要说卖320啦 就是卖240啦 就卖220都可以啦 你往下接的不都全部都赚了吗 对不对 人面不知何处去啊 还有桃花依旧孝春宝 还有我们的清代对不对 通常都是五个月六个月 我刚讲的就清代了嘛 五个月六个月有一年的 有人想要先试试看三个月 我告诉你啊三个月会期到了 六七八七八九九十十一好了 你正好七八九或者八九十 正好遇到怎么样 八九十最差的时候 你认为我绩效不好 是不是 来啊绩效不好 我们现在就回过头来看 我说我做的事情 我都敢拿出来摊出来给你看 今天红结科飙到哪里了 九十的对不对 差点涨停嘛 有没有 麻烦你看一下 我告诉你说我的股票是能报不能报 我没有骗你嘛 这是我们其中一个清代会员的 八月二十五 去年的八月二五 七十七买一张 他来找我的时候手上套满手 所以我就让他剩下的资金 先买 然后怎么样 他自己手上套的那些 我再慢慢带他调节 有没有 八月二十五 九月二十一 中间隔了一个多月 八月九月一路到十月 还在跌对不对 十月的红结科超惨的嘛 跌到多少 跌到六十嘛 是不是 七十一点六再减 来 六八点七 十二月二七还有 那为什么没有中间十月的 因为十月的低接的上来 到七十以上 我们怎么样 先走了 先走了 来 我会有长线部位 我一直跟你讲 我的操作会有长线部位 跟短中线部位嘛 短中线部位 下面低接上来获利就先走了 长线部位的我继续让你报 所以长线部位的张数 我就继续让你报折 所以以他来讲 对不对 这一波来大概就买个十张 我们怎么样 短线部位的中线部位的出掉 还有怎么样 还有四张在手上 还有四张在手上 到现在 九十点三卖出 宏杰科这一场到现在也是怎么样 对他而言 对他而言也是怎么样 大获全胜 大获全胜 对不对 我回答什么 两不宜心坚定 有没有 都赚得到钱 有没有看到 好 他还讲了一句 跟着老师的心法做就对了 翁先生 这个 生日派对 还特别 还特别 特别过来 来 再来看这一个 我可以让你对得起来吗 这个不是8月25 9月21 12月27 对不对 来这一个 这个王小姐 9月5号 9月5号 大家进来的时间不一样 来 9月5号77买进 9月5号77买进 8086红杰科买10张 当时还叫他怎么样 立志买一张 这个地方有没有看到 去年9月5号 后来 这个王小姐整个红杰科 现在剩下的张数还有15张 成本大概就是在77附近 成本大概就在这边 我觉得更有趣的是怎么样 我去年是告诉你说这个时候 你就股票怎么样 给他借出去 领借券费 有没有 你先赚借券费 再赚股息 然后股票标上来 再赚怎么样 再赚波段 你知道吗 我今天跟王小姐讲说 15张 先来卖个5张 90块先来卖个5张 他怎么回我 老师借券借出去了 要三天 你看我的会员是不是 当初乖乖的听我 跟各位讲的 就把券借出去 借券这段时间赚多少钱了 赚了借券费 现在股票时间到 一档一档 自然获利入带 所以我的胜率高 我需要每天带走会员 左轰右轰吗 卖了这一支 再去追那一支 你知道你们跟的分析师 这样子做你这辈子 都赚不到钱你知道吗 我们就是一档 稳稳稳稳的做 因为我的股票都是能报 都是能报的股票 我再回过头再讲 我再来讲一件事情 今天有一个 刚加入我LINE群组的 这一个投资人 昨天 每股昨天四大指数都涨 为何昨天台股 昨天台股大跌 他说昨天的每股都涨 为什么我们昨天台股跌 然后在今天虽然涨 但怎么样 开高走低 请问目前持股的股票 该如何处理 我们会员 你今天看到他来问这个问题 你有没有觉得很可爱 你有没有觉得很可爱 你现在再回过头来看这个问题 我们的会员都已经可以变成怎么样 聊天机器人了 自动帮我回答了 会员 来你们帮我回答 ANGEL你进来帮我回答好了 ANGEL你进来帮我回答 你进来帮我回答 你进来帮我回答 你一定会回答的 来你进来帮我回答 我跟你讲我们的会员一定会讲说 请问目前持股的股票ANGEL 我们的会员会讲 你是没有在认真看老师节目是不是 老师的股票只有能报不能报 跟大盘涨跌无关 管他现在几天点几万点 对不对 我相信你们现在心里的标准答案就是这个 对不对 所以会问这种问题都是刚来的投资人 然后再来怎么样 你看我怎么回答他 我们股票怎么样 没有涨跌问题嘛 所以你的股票我也不知道你是什么股票 我请问你 你们就这样子问一句 然后我告诉你说 大盘再大跌赶快把股票卖掉 那万一手上的股票是钻石股咧 这样你懂了没有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多数的投资人 你到处参加赖群组 你都是这样的心态 请问一下一个股票里面几千支几万支 然后每一家公司的竞争力都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遇到大盘大跌 你就不知道你手上股票该怎么办 那代表怎么样 你根本就不了解你的公司 你就不了解你买的公司 那多数的投资人都是这样 因此这些人 包括你 问我这问题的这位小姐 包括你 因为你不懂 你也不懂你的股票 所以在去年 整个从年初到年尾 这一个升息的利空 然后一堆什么雷曼 什么一堆什么银行倒闭的利空 就会怎么样 就会吓你 然后你就怎么样 跟着乱砍股票 是不是 那你现在看到了吗 我们一档红杰科 从去年 9月报到现在 还是赚啊 如果你认为 老师 去年9月报到现在 一张股票 一档红杰科你才赚 77到今天90 也超20%吧 20%嘛 对不对 那我前面短线价差做的 70到80做几趟的 75到 这个65到75做几趟 那我就不用跟你讲了 我们就给你算这一笔就好了 就是买了 抱着不放 买了 买了 买了之后 都不卖它 一张不卖 其实在到现在 从去年9月到现在 就是赚20% 你如果嫌慢 那没有办法啦 我说真的 我早就跟我们讲好 我早就跟大家讲好了 慢慢变幅 对不对 你可以就慢慢变幅再来 不要说我从去年9月到现在 半年的时间 对不对 只赚20%啦 你看我节目的人就麻烦你 或者你参加其他分析师的会员 就麻烦你好好去看一下 你自己手上的资金 如果你是100万的 如果你是200万的 如果你是1000万的 请问 从去年9月到现在 你100万你赚20万枚 你200万你赚40万枚 你1000万你赚200万枚 那更不用说我们还带你做M31嘛 250到 对不对 400以上嘛 更不要说精华 167开始带你做M31 对不对 那其他都数不完了M31 对不对 去年的滋威 你从糕点报一年 你也是赚M31 还有没有 有啊 随便拿出来一堆M31 魏丰电 还有没有 你看喔 他回答我什么 很多枝 而且套快一年了 东森辣椒正德91APP 来亲爱的 你现在沉迷 你现在看到 对不对 我们的会员看到对不对 前两天 那个在大学教书的洪先生 还告诉我说 他看了我们前两天的线上分享会 我们不是在解 我们是有人 不是有人拿南茂来问吗 对不对 然后我就用南茂跟心拳做比较 我说两年前你一定不懂 为什么我带你买心拳 好 经过去年一整年的空头之后 去年一样IC封册的 心拳跟南茂都跌到30出头 当初南茂的股价还比心拳高 我在驱动IC很好的那时候 但是我选择带你做心拳 我没有带你做南茂 于是呢 经过去年一整年的空头之后 现在又回来的 回来之后南茂 南茂还在30几块 心拳这一波都拉到60块了 你现在就知道 同样是封册 为什么我层层选择心拳 没有选择南茂 的原因在这边了吧 对不对 你知道了嘛 那你买这一些 我们的会员就会告诉你说 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说 每次股灾 发生就是要好好练功 华力转升到怎么样 有竞争力的公司 有没有 我们告诉你我不随便买小股票 是不是 所以 你这些股票 你怎么办 你想要知道 我们之后再好好聊一聊 好不好 好 好 那 刚刚跟你看到了 对不对 王小姐78块15张 报到现在 为什么报到现在 把怎么样 把股票借出去 去年10月很惨的时候 我跟各位讲说 你先赚借券费 赚到了 王小姐 王小姐这两天去名词 看神木 带家人去看神木 带老人家去看神木 他现在完全就是怎么样 股票都不管了 因为他知道我的股票 一档一档都会很飙 好 昨天还贴神木 给我看说风景很美 所以我才讲嘛 你手上有资金的人 如果你已经退休的 昨天有一个 中士的大姐 她说跟着其他分析师都被套 然后也不知道会不会解套 然后看我节目我就说 大姐你都退休了 你的退休金也好几百万 你就好好就像我爸妈 你知道现在 现在不是都有揪那个游软车的 那个老人团有没有 银法族的 然后那个游软车 旅行社揪一揪 可能只要两三千 然后带你去环岛 然后带你去住那个五星级饭店的 我爸妈现在都跟着这个团到处走 你知道吗 这个整个台湾都不小心 这十年来不小心 整个台湾岛都已经给他翻 翻怎么样 什么私房景点都已经都给他翻烂了 退休就好好去退休 你退休每个月需要用的退休金 我赚给你 可是前提是怎么样 不要给我盯盘 前提是怎么样 不要给我贴着盘 不要每天跟着盘上上下下 前提就是告诉你 跟着我怎么样 每一档股票好好报劳报警 我说每一档股票 我们会分三批进场 有长线部位中线部位跟短线部位 就是这样子持续操作 不管有行情没行情 我就持续带你这样子 一档股票锁定之后就是怎么样 有价差做价差 有破断做破断 就是这样 富贵稳中求啊 现在要过节了对不对 大家又在清明时节雨纷纷嘛 路上行人欲断横嘛 你这时候你又不敢报股破捷了 我们手上我们股票 我们都会员手上 没有什么在空手的 我们都怎么样 三投协照 这一档威风店获利入带 准备再接另外一档三投协照的 是不是 新唐160获利入带 我们在准备怎么样 资金出来 再买下一档三投协照 就是这样 那三投协照我买了 会不会买了立刻涨 告诉你不会 你这个分析是 你这分析真的很笨 你讲不会谁要来跟你参加会员 我来告诉你 三投协照股票我买了 不会立刻涨 就是不会 而且你买了可能还会怎么样 还会短套 那又怎样 我的资金三套啊 我月跌怎么样 有更甜的价位我干嘛不买 我怕他套吗 我不怕套啊 请问你怕套的人 当初爱普200以下一路套到 200以下一路套到140 后来涨到300 那你怎么办 我问你 你不爱套嘛 对不对 不爱套 不爱套你就赚不到大钱 我就讲这么白 听不下去你就转台 就这么简单 好吗 ok 好所以今天的洪杰科 太开心了 真的如老师说的 股票是能报不能报 老师让我获利多多 我就一直跟着你 长长久久 黏着你了 好吗 我们这个会员喔 从一般班到清代 清代都续期两次了 我这两天 我们有就会员 续期四次耶 如果他一次是半年 他续期四次就是这两年来跟我怎么样 两不宜心坚定 那我来永城已经三年了 要迈入第四年 那为什么这些人要跟我怎么样 长长久久 为什么 他们都是笨蛋吗 你知道这个张小姐 入港的田桥仔耶 他们事业很大耶 那为什么他们要 他们是笨蛋吗 生意人不会做生意吗 好来 我今天特别贴这一张 会员 你现在看到我贴出来这一张 你就知道说 我们没有带你高长再去追这一些 我看好的 均值中日前前的股票 对不对 是不是 你现在知道说 这一些股票 我们至少有 这一个月以来 我就没有带你去碰它了 对不对 没有带你去碰它嘛 我只有让你往上获利了结 我没有让你在这边 短线做来做去 是不是 是不是 你看到今天 一张十万块再跌 一张六万块再跌 一张六万块再跌 每次最标的时候都是怎么样 每次在最后最标的时候都是干嘛 飞龙在天 抗龙有鬼 所以你在这种地方 你再怎么做来做去 你赚都赚少少 但是你一套都套很深 所以我很小心 我不会为了追求 我会员的这个报酬率 要去跟其他分析师去拼掌停板 然后带怎么样 带你怎么样 富贵险中求 这是一个人做事情 有没有他的原则跟坚持 所以你要用短线绩效 拿我去跟其他分析师比 那很简单啊 那就是这样嘛 对不对 就是去年今日此门中嘛 人面桃花相应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像顺风 你尽量去追啊 你尽量去追其他分析师 现在大涨的股票啊 你尽量去啊 我说真的 钱是你的 你要怎么追那都是你 我就尊重你们 我说真的 但是会员 你们一旦看我节目一段时间了 你最后 你还是希望富贵 稳中求的 我要再 好好地提醒你一次 不管是清代班 一般班 我还是要再告诉你 我的股票只有能报不能报 你不要去太在意短线的涨跌 我再跟你讲一次 很多人来找我都说被其他头股老师骗怕了 那是因为怎么样 你们都很在意短线的绩效 你们都在意短线的绩效 但是我怎么样 富贵稳中求啊 我说股票你要赚钱 一个分析师的心理素质很重要 每一个会员来都希望赚快钱 然后都对我怎么样 指指点点的 我跟你讲 你要对我指指点点的 你就直接去参加其他头股老师 我有我的节奏 我看好的买进就是报好报了 时间到你就赚钱了 所以你每次来跟我抱怨说 我参加其他头股老师我都没赚到钱啊 每次都讲得很好听 最后都亏钱 那为什么 因为你不给人家时间啊 因为你们都喜欢做短线啊 因为你们喜欢短线看绩效 所以这些分析师就要必须 带你去做现在有人气的股票 天天标了股票的时候进去 然后呢 富贵险中求啊 是不是 所以你可以接受慢慢变富的 你再好好来跟着我 然后不要每天对我指指点点的 我再跟你讲一次 去年有两个参加清代的 被我直接退废 因为怎么样 有一个躺在病床上 不好好养病 有没有 你们还记得嘛 台积电 台积电 然后什么啊 台积电跟那个什么 联发科 有没有 你看现在联发科700多块了 那时候的联发科他买多少 他买570哦 570跌到500 还问我要不要停损 我叫他给我报好报了 那时候台积电他买多少 那时候台积电他买多少 他买 有一张买520 后来台积电400破上来 有到520几 我就叫他把那张520出掉 如果以台积电来讲 520还真的出得很漂亮 因为台积电也是在这个价位 有没有 然后那时候立志爱普 我是不是叫他给我报好报老 你知道那一个人的爱普跟立志 也都是多少 也都200多块的成本 他的爱普平均成本在180以下 不好养病 每天对我指手画脚的 那你就不要惨脚 你就直接退背了 我不知道这位小姐现在怎么样了 好来 那我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 来 好我来讲一下 我想你们有的人听我讲爱普 爱普对不对 爱普你之前320、330、340 你还去撑追高的人 我只能讲 我只能告诉你 有得你套了 因为爱普就是在这个月集团做账 做完就结束了 而且他没有给你做到最后一天 我一直跟你讲说黄虫人的股票 你不要随便追 你不要随便追高 因为他下来 一旦海水退潮之后 他会下得很快 那特别现在一堆分析师都说他手上有爱普 对不对 就我告诉你我已经没爱普了 那你现在小心 这个爱普 如果你去追高的时候那你要怎么办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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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 跟各位讲一下D-Rain 吉邦科技说D-Rain价格还没跌完 那除非业者发动更大的规模减产 后续合约价才有怎么样 有可能反转向上 PC用D-Rain 还有伺服器用D-Rain 还有Mobile的D-Rain 还有消费D-Rain 都怎么样 这一个第二季 这一个主流的D-R4的这个模组跌幅呢 会超过一层 伺服器的呢 怎么样 也会下跌13到18 Mobile也会怎么样 也会下跌 但是会收敛到10到15% 消费性的呢 也会怎么样 也会下跌10到15% 所以记忆体还会跌 来 但是美光呢 他说客户的库存情况已经好转了 因为美光昨天公布财报 客户库存情况正在好转 他们预期产业供需平衡会逐渐改善 美光执行长讲的 然后呢 他同时也肯定怎么样 深层式AI聊天机器人 因为聊天机器人会扩大怎么样 拉高资料中心的需求 也会带动储存记忆体的需求成长 因为AI一定要用到记忆体 好吗 然后呢 基本上集邦跟美光都表示怎么样 客户的库存正在好转 供需开始 开始缓步改善 OK 来导播 导播给我消音 感谢观看 我们这个科目 接着 我们这个科目 还没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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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然后他说 anjal也是要一起努力 你还年轻也要纯本 不要凌晨还在忙工作 真的太夸张了 这样会让我感觉 晨晨老师的团队好像是血汗工厂 以下是我记得著ike 给我早点睡了 跟甜心亚都是不听话 不要怪我 我都说我自己都是怎么样 我如果熬 但是我的假日 我会彻底放空 彻底放松 像我昨天我九点就睡觉了 昨天你们在线上 应该没有看到这个什么 好啦 那祝大家身体都好 好不好 那最后还是一样 跟各位 这一个 还没加赖的赶快加赖 好不好 还没加赖赶快加赖进来 加赖进来有这些东西 盘氏解析 然后标股还有产业研究报告 我没有及时回答你股票问题 好康通知不定时生命好理 就这样赶快加进来 好 只剩两天了对不对 只剩两天 集团要作帐要结束了 我个标我刚刚漏掉讲了 对不对 集团作帐 最后积极点火 搭配集团力量更大 龙坚回补槽 敲边鼓 是不是 我做这上礼拜 我在东森连线的时候 他们帮我做这一张 然后呢 威风店跟新唐标出去了 有没有 上礼拜标出去了 集团作帐呢 我当时亮的还有这一个 还有这一个还没标 可能它已经标了啦 但是没有我想象中那么标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还有两天 还有两天不管它涨没 我会开牌 这就是我 我要开牌很简单 我就这样投影片 我直接把这个方块 遮了 我直接现场挪开来就可以了 好吗 最后会不会标 我不知道 那会员你们都知道嘛 我们就这一档 还在等它标 还没走嘛 对不对 还没走嘛 会不会等到 我们这两天 或者清明回来 我们再来亮牌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如果你第一季的操作 都不顺的话 看到我们的 第一季的这个成概股 一档一档都标出来 但是呢 你发现你这一季 你又是赚了又亏回去 你又是赚了又亏回去 好好来跟我布局第二季了 第二季在季报 第一季的季报公布之前 有一些股票 会因为第一季的季报 非常漂亮 会再标一次 同样的第二季会有 第二季的四五六月 营收会成长的个股 你要来跟着我操作 这些股票 好吗 我们全力打 每个月都有 每一季都有 让我古海大丈夫 陈建成 带你回出 第二季 全力打 现在就加入 古海大丈夫 Light生活圈 小老鼠 HIH888 或扫下方truck call 并且订阅 古海大丈夫 YouTube影音频道 订阅按赞 打开小铃铛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特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 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否则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